实际上刚才文科说的实力呢 就是我们有硬实力 我们有软实力 那么我们来这边呢 做这个人道救援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展示的 我们新中国联邦的软实力 同时也是经济实力 因为我们有这个经济实力 能够做到这些工作 同时呢 我们做的这些人道关怀呢 也是展示 我们是和中共国的毒害下的人们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样有人的尊严 那么这样的软实力展示呢 其实是更容易被西方世界所接受的 因为像中共那种 比如说用这个教化的灌输的形式 实际上是很让西方人所抵制的 那么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 用我们的关爱 比如说我们帮难民拉行李 给他们递一杯水 给他们递上一杯咖啡 帮他们泡一杯面 这个点点滴滴 我们每天都在做 从3月9号 我们立起这个大帐篷 当然在这个之前文科的小帐篷就已经存在了 做到今天 所有在前线阵地的这些战友们 以及包括在后方传播 做设计 等等的这个后方工作的所有战友们 我们是一起团结努力 达到我们新中国联邦 今天用人道救援 做了一张名片 作为像世界的一个切入口 将我们很漂亮的亮相亮了出去 这真的是 我必须说 我很佩服七哥的这个做法 因为没有比这样的一张名片 更能够容易被世界所接受 被人所接受 就像这个比利时总理他当时所说的 作为人类 我们就是应该彼此相帮助的 那么他看到我们这样做了 他是很高兴的 但其实所有普通人都看到 而且并且感受到了 所以在中共政府 作为这场战争的参赞方 作为普京背后和这个俄罗斯军队背后 邪恶的供应方 我们这样的做法 对于14亿中国人摆脱战争罪犯 这个名字的做法 实在是太重要 太重要了 大家想一想 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 乌克兰人民胜利了 全世界的正义胜利了 谁输了 中国人民输了 因为中共政府的这个战争犯的罪名 要由14亿中国人来背负 这是怎样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真的是感谢七哥 有这样的高度 看到这样后面的一个陷阱吧 用这样的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 把我们中国人化解于危机